這個有四個奇怪的地方 我稱為三個不應該 一個必須要 哪三個不應該 第一個 在不應該的地方去參加了不應該的會議 是 這個事情你看2020年的3月10號 一場關鍵性的便當會 重要成員就包含了黃珊珊 黃珊珊完全不管國會擴拳房 那時候看金華城 管你怎麼直播 管你怎麼過招 我關心我的事啊 吃炸雞看金華城 這太重要 這太嚴重 因為他又被人家抓到 在不應該看金華城的時候 看了金華城 又一個不應該 在不應該的時間 接了不該接的人回家 突然間半個月後 啪啪啪講出來了 發了一個文府和都市計劃法25條 我告訴你這是必須 三個不應該一個必須 為什麼要講這個所謂的省 省府時代 對你懂了吧 你懂了吧 這是斷點哦 我當時在這三場不講話的原因 不是我掩護 是我認知錯誤 不虧你長期在那種什麼軍人公務體系 會獲出來的 因為圖利罪的要件是 明知而為之 明知違法而圖 他人或自己的 正確 黃珊珊貼這個文 拿省政府的法律 被我們笑了兩天 讓你笑 原來他是要裝笨 你以為他笨 你以為他想被你笑 你們就笑 我們都小看黃珊珊了 當你瘋狂笑他的時候 變成他法庭上過招的有利證據 小省都樂於幫忙 如果一個商人跟一個市長講說 你未來要公大位我樂於幫忙 可是你幫我處理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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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期約會選 范老師 對 所以說我必須要請檢調 待會要去查柯文哲的政治 這個現金 有沒有從金華城 或者從這個審慶金 他的員工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的捐獻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賓狗了嘛 對 2018年那個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人 大家忘記 不要忘記 就是韓國瑜 他剛選高雄市長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的這個旺董 本來一直很挺柯文哲 開始可能要選擇 是要挺柯 還是要挺 那時候是寒流的時候 寒流最熱的時候嘛 所以我覺得 客戶者也需要找新的服務 因為他怕 那時候忘懂 可能要去 他後來事實上證明 就去挺寒的嘛 對啊 所以他要找一個新的方向 新的這個政商關係的好的人 這個時候剛好 省慶金卡位 橫空出事嘛 時間剛剛好 掐得剛剛好 對不對 之後的2020年就開綠 都開綠燈了嘛 對不對 就直接就開始 開始運作了嘛 加上2019年11月 黃珊珊 擔任這個副市長之後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 那個位置雖然是市議員 可是我認為 柯文哲已經屬於黃珊珊了 你說黃珊珊能坐到這個位置 就代表 一 他跟省慶金可能關係不錯 對 當然這也是大家猜測 對 可是重點是 柯文哲已經屬於黃珊珊了 他才能夠坐在這種位置上嘛 他的位置離核心 你看他非常離核心的 對啊 這是柯文哲啊 對 一二三 中國人吃飯是有學問的 比省慶金距離核心還要近 對 所以我認為他那個時候 大概就已經跟黃珊 建立一些關係了 那時候五個議員出席做主桌嘛 黃珊珊嘛 潘懷中嘛 李慶元嘛 陳建民嘛 立梗貴方嘛 我怎麼看都覺得黃珊珊沒有比較大尾啊 但是私底下我們就不知道了 對 因為這個位置 這個叫論資排輩啊 這個位置光這個名單怎麼做 上海跟台北市政府 大概就雙方要協調很準 要有共識的 對啊 我坐在旁邊 對不對 我阿山旁邊 我們就可以講話 要對照 而且等級要一對一 你說吳珊現在就被我們排到最後一位 這個叫天然海角 我們歡迎新進的來賓 吳珊你好 大家好 學長學姐大家好 但是你看 朱雅虎那時候2017年7月20號 寫信給這個所謂的蔡秘如 他叫蔡姐 我們知道蔡秘如年紀比他 比他輕很多很多 十幾歲 對那是一個尊敬 因為我們知道朱雅虎是軍人嘛 像我都叫你犯老 對孫敬 但是我不覺得被孫敬 說老了 但是他就是叫尊敬 而且他最後署名是什麼 他寫的事寫 朱將軍雅虎 對 他幹嘛 因為我不想 那個時候他知道蔡秘如 可能不太認識他 對 他是好龍兵的官員 他是好龍兵的兵議局局長 他要襯托他的地位 將軍 但是一般人不會這樣講 像余將軍不會說 余將軍北城不會做無聊 不會不會 就是這樣 北城對不對 犯正教授視頻 他也是法號 但是你看說 王備娶交通部長益川 更長了 最後你看 他朱雅虎那個時候 其實他是以下對上 那你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蔡秘如不可一世 他下面下轄一萬四千個公務員 對 他上面只有一個人 柯文哲 柯文哲 萬人之上 一人之下 所以蔡秘如那個時候 氣勢非常的強大 對 他這個氣場強大 所以那時候朱雅虎 才想去攀這個門 對 結果你看那個太 但是我覺得奇怪 你怎麼會 現在很少人會寫信吧 我已經十年沒有寫信 朱雅虎真的是蠻復古的 是要去買個信職 都不知道去哪裡買 還要去郵局 還要貼郵 寫信是劃鴨 對 因為那封信的尾巴說 蔡秘如你未來要幹嘛 我都無償幫你 對 所以說這個信 為什麼會出現在 洪建益手上 因為這個信我相信 應該在一個人身手上 因為朱雅虎 可能他積出去 他可能有扣鼻 有純症 那要不然就是蔡秘如手 蔡秘如不可拿給洪建益嘛 對 那這個也有可能從督發局 或從其他單位裡面拿出來的 而且裡面還有可能就是 這個所謂的變遷 像剛剛講過 這個蔡秘如變遷 這是洪建益講的 所以明天就要看 蔡秘如說要告洪建益 就看他明天敢不敢告 好 非常謝謝范老師的分析 可是我們請于將軍來到電場前面 你說 現在火可能要燒到黃珊珊的 因為過去 太多不可思議的詭異處 都在黃珊珊跟金華城中間串聯 這個有四個奇怪的地方 我稱為三個不應該 一個必須要 哪三個不應該 第一個 在不應該的地方 去參加了不應該的會議 是 這個事情你看 2020年的3月10號 一場關鍵性的便當會 重要成員就包含了黃珊珊 對 他就在裡面 然後這些呢 裡面這些人 幾乎都有事 就是這三場 這三場都是我踢爆嘛 2020年3月10號 柯文哲 蔡炳坤 黃珊珊 4月11號 柯文哲 黃珊珊 一直到8月10號 柯文哲在把彭正珊拖來 抓進來 可是這三場大家都在躲 彭正珊躲了兩場 對不對 結果呢 黃珊珊給我無意不語 所以你看 黃珊珊 黃珊珊 黃珊珊都有他 所以這一場會議 你認為別人都有事 你看到第一場會議 蔡炳坤跟黃珊珊 是啊 第二場會議 蔡炳坤就阿爸浪漫 不見了 而且這兩場 彭正珊都死不出息 就只有黃珊珊 這三場都到 無意不語 一定要到 所以呢 又到了這一個時間點 他從2020年 到了阿伯當阿伯 這個選完總統以後 變立委了 在立法院 2024年5月21號 那時候在打架 大家忙死了 對不對 國會擴權法案的時候 打架的打架 直播的直播 呼喊的呼喊 他在幹什麼 他在看資料 黃珊珊在看資料 後來大大一抓 這資料是什麼資料 不得了 直播再偷過 看金華城的 等一下 他這個畫面是金華城的資料 是正在關心金華城 如果跟他完全不管國會擴權法案的時候在看金華城 管你怎麼直播 管你怎麼過招 我關心我的事 他吃炸雞看金華城 這太重要 這太嚴重 因為他又被人家抓到 在不應該看金華城的時候看了金華城 一天到晚堵在家門口 人家回到家不來休息 去黃珊珊睡覺也太過來了吧 到黃珊珊睡覺 黃珊珊是開hotel的嗎 對不對 黃珊珊說 柯文哲如果回家就會吵到無法休息 去你黃珊珊家睡覺 我家好溫暖 我家有一個VIP 我家好棒棒 你不該的時間把人家借回去睡覺 那邊不可能有阿伯的牙刷吧 還不有內褲勒 不可能嘛 所以說帶回家幹什麼 宜鬥 宜鬥最重要就在這裡 一定在討論公訪疫 這個法律上的意思啊 市長你會不會把我供出來啊 怎麼不會問那麼粗啦 市長我就直接問嘛 因為柯文哲一出來第一天去黃珊珊 是 表示黃珊珊對這案子其了解無疑 又關心 而且又有法律專業 對 非常關心 然後呢 這三個疑點過後 他沉疾了好久喔 對 他沉疾了好久 半個月都不講話喔 站在這個佩琪姐旁邊 支持 然後咬耳朵 然後輕輕的站在旁邊 支持你 讓你擁抱 讓你哭 突然間半個月後 啪啪啪講出來啦 發一個文符和 都市計畫法25條 我告訴你這是必須 三個不應該 一個必須 為什麼要講這個 所謂的省府時代 對 要講省府時代 我告訴你 全世界都這樣子 細部計畫規範容積率 審議這個獎勵容積率 上限20% 內政部國土計畫組 表示這是全國一致的 因為火燒到他身上了 他開始幫自己辯護了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這三場都有他 對 即使你沒有發言 以你的專業你要不要舉手 我反對 對 這有問題 這樣不行 這樣違法 他都沒講 所以檢調可能要查到黃珊珊了 他都沒講 這樣沒這種人 這樣要團滅了 不會 黃國昌沒面 黃國昌有不在場證明 那個時候跟我無關 對 所以黃珊珊必須要發表 一件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沒有 我當時參加這三場便當會的時候 我是以為跟省政府時代的規矩一樣 我看錯法條了 對 我不是明知 對 對 你懂了吧 你懂了吧 這是斷點喔 我當時在這三場不講話的原因 不是我掩護 是我認知錯誤 呂兄君 不虧你長期在那種什麼軍人 公務體系豁出來的 因為土利罪的要件是明知而為之 明知違法而途他人或自己的 正確 黃珊珊貼這個文 拿省政府的法律 被我們笑了兩天 讓你笑 原來 讓你笑 他是要裝笨 他那時候被傳就跟檢察官講說 沒有啊 我不知道違法 我看的都是省政府的法 重點就是這裡 你以為他笨 你以為他想被你笑 你們就笑 我們都小看黃珊珊了 當你瘋狂笑他的時候 變成他法庭上過招的有利證據 因為阿苗說 笨在法律上是無罪的 你講對了 我雖然是律師 可是我不是建築專業 所以我以為省政府的法規 臺北市也適用 我以為這樣是可以的 我以為這樣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我早知道 我一定會阻止他們 對 而且黃珊珊還會加一句跟檢察官講 我如果不是以為要看省政府的法律 我怎麼可能發這個文 對 重點來了 這有一個我真的以為是這樣子的一個證據 所以他這個不是在幫阿伯 好深的套路 在自保 對 這我真的沒有想過 黃珊珊怎麼撒成這樣 要講說用台灣省都市計畫法 說可以20% 他可以從頭到尾就裝傻說 報告解錯 我真的以為是看台灣省的 我太笨了 可是我沒有罪 我沒有明知違法 這真的是這樣嗎